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娜 欢迎来到安娜的自由研究社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想认识我的生活 欢迎追踪我的IG 2023年的漫画大赏 1月份的时候宣布了最后入围的11部作品 3月26的时候正式公布了得奖名单 漫画大赏的评选标准为 前一年有出版单型本的漫画 不限电子书或者是实体书 并且测数不能超过八卷 评审团成员大多位书店店员 以自己想推荐给别人的想法 用投票的方式选出作品 最后透过获得的点数排出名次 本届的评审人员共109人 最初入选的作品共有242部 进入最后评选的11部作品 很多也都在这本漫画真厉害2023的榜单当中 因为之前的影片已经介绍过 所以这次会着重介绍钱无名的作品 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第11名是《光失去的夏天》 这部呢是这本漫画真厉害2023男性榜单的第一名 故事讲述主角佳季 发现自己的儿时玩伴光 在某次失踪后 内在换成其他东西回来了 依恋对方的他选择接受事实 与这个东西一起生活下去 是一部青春恐怖的人气作品 第10名 《章鱼逼的原罪》 故事描述来自快乐心的章鱼型外星人章鱼逼 试图解决小学四年级生九世尽香的烦恼 提供各种快乐道具 却造成可怕的后果 这部作品呢也号称是 噩梦版《哆啦A夢》 第9名 《举光假面》 以现代为舞台 以特色为主题 以29岁的打工青年为主角 讲述一个平凡但是强大的故事 第8名 躲在超市后门抽烟的两人 40岁的社畜大叔左左目 总是被24岁的超市链鱼 山田小姐的笑容疗愈 却没发现 经常与自己在超市后门抽烟的人 正是下班后有极大反差的山田小姐 第7名 《再见惠黎》 忧太受生病的母亲索托 为她留下与病魔对抗的纪录片 却在文化季播放时被全校批评是大蓝片 想自杀的忧太 在此时遇到了鼓舞她的美少女同学惠黎 因此她决定要以惠黎为主角 再拍一部纪录片 第5名 《天幕下的魔女》 这部呢是这本《漫画真厉害2023女性榜单》的第一名 女友的主角西塔拉是波斯中图斯的奴隶 因为她相当聪明美丽 所以商人为了未来能卖个好价钱 将她托付到富裕的学者家庭 希望能提升她的学士与教养 然而这个家庭接纳并买下了西塔拉 也无私的让她接受丰富的教育 就这样过了数年静好的生活 没想到蒙古大军突然来袭 西塔拉接连失去了挚爱的人们 被带到蒙古草原的她 唤名为法提玛 决定要出人头地 并进行报复 法提玛在历史上是真有其人 帮助朝慈皇后 乃马争后进行政争 最后下场凄惨 虽然不知道作者打算给西塔拉什么结局 不过有兴趣的社员可以了解看看史实 我觉得喜欢历史故事的话 会对这部很有兴趣 作者对各领域的知识都下了很多研究 看完之后感受会非常丰富 第二部第五名的作品是《日本三国》 故事的背景为架空的令和末年 日新月异的科技 反而为社会带来庞大混乱 世界强权大国也受到核武战争的摧残 日本在这种混乱下激起暴力大革命 再次回到群雄歌剧的战国时代 分为大和、武皇、圣夷三国 在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三角青灰 本来只是想和妻子平凡度日的青年 却经历了残酷的恐怖体验 让她下定决心挺身而出统一日本 而她作为天才军师的传说也即将开始 这部呢我还没有看过 所以不是很确定作者想把故事 放在什么样的核心理念之上 但故事的设定确实相当有意思 让人很期待未来细腻的展开 第三名《女校之星》 这部呢是这本《漫画真厉害2021》 女性榜单第一名 也已经连续三年入榜了漫画大赏 新老师在某女子高中 担任二年四班的导师 看似沉温冷静的她 遇上火力满满的高中女学生们 经常被刷得团团转 例如班级日之上 每日毫无意义的插画接龙 让新老师忍不住陷入解谜的漩涡 或是帮忙其他班级照顾班狗 却面临狗狗被画上恶搞眉毛后走失的窘境 又或是面对热爱画漫画的学生 勾起自身蔓延社的回忆 决定给学生建议 简单来说呢 就是充满干话 还有无聊举动的校园日常 但却让读者看了忍不住会心一笑 在角色幽默的互动之中 偶尔也会感受到一点现实的淡淡哀愁 最重要的是 充满反插谋的新老师实在非常可爱 第二部第三名的作品是 正相反的你与我 女高中生林木的个性开朗 朋友众多 虽然擅长察言观色 却也过度在意他人想法 他临坐的男同学谷 性格正好相反 谷沉稳内敛相当有主见 虽然不与人生交 但也带人一视同仁 这种相反的性格恰好 让林木觉得非常帅气 却因为两人相差过大 一直不敢坦白心意 直到某天偶然有机会一起回家 自然而然牵起彼此的手 才终于互诉好感开始交往 当然这也让周遭的同学感到非常惊讶 我的少女是因为这部呢 有确实好好的在跳动 学生时代 他总不需考虑外在因素 只因某个人的某个特点 就全心全意喜欢跟绕着他转的心情 让人觉得非常可爱非常甜甜 第二名 朱英落语 朱英从小就非常喜欢看身为落语家的爸爸表演 在一个空间里面只有一个人 却可以展现出多彩多姿的打迁世界 即便周遭的人都瞧不起爸爸 爸爸仍是朱英最尊敬的人 然而理想敌不过现实 最后爸爸放下了落语家这个身份 年幼的朱英为了证明爸爸所做的一切是对的 下定决心苦恋成为顶尖的落语家 他对落语以及父亲纯粹的爱 还有自身满满的天分 将在落语的世界掀起旋风 我觉得这部非常有动画画的潜力 已经有好几个画面我都能想像 如果动画画的话 就是这一会让人起鸡皮疙瘩 很羡慕日本漫画文化兴盛 把其他传统文化用这种新的形式加以推广跟保留 最后获得第一名的是画质生命镜头 坐在东京伊豆王岛的安海 是个超级喜欢漫画的女高中生 然而班上的导师却不断告诉她 漫画是虚假不负责任没用的东西 安海最喜欢的漫画家已经停止活动多年 有天她发现这位漫画家 居然决定参加东京都内的同仁展 因此决定克服距离直升前往 在那里她不但被各个作家创作的热情感动 还发现喜爱多年的漫画家老师本人 居然是她认识的人 就像前面说的 漫画可以保留推广传统文化 其实除此之外可以做到的事情真的非常多 好的漫画家还有想象力 透过他们的笔可以创造不得了的世界 我从小就非常佩服 直到现在也还是热爱漫画 这点很能理解女主角安海的心情 以上就是2023年漫画大赏的得奖名单 有些已经出了台版 有些还没 有口碑的这些作品 即便和自己的口味不符 通常也不会太失望 所以推荐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找来看看 让我们一起快乐看漫画吧 那么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想认识我的生活 欢迎追踪我的IG 今天的演出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见 拜拜